好啦 那我們問一下這個好人潭女王 她申訴你嘛 對不對 不然你申訴別人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對 這麼難決定嗎 應該是跟米佑那一場吧 哪一場戲 喔 哪一場 全裸戲嗎 我覺得 哪一齊齒的那一場 你幹嘛記那麼清楚 快點把它忘掉 你們兩個一起聊吧 應該都算你們兩個 想不想看現場呢 加油 我們現在可以離場 我們今天沒有準備 但是不給你們看 因為要看就看 你們要看就看 你們要看就看 5月12號 兩個聊一下嗎 應該是他們兩個都印象最深刻 聊一下這場戲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原現場一下 其實劇情就是 因為美男她假扮成男生 所以她要去洗澡 可是她洗澡 她不能去女生的預測 她只能去男生的 所以變成說她到了預測以後 一更衣室裡面 所有的男生都已經 越多男生 越多男生都脫光了 都是脫男 所以完全沒有差 這樣子 然後她一個人 然後假扮成男生的女生 意思就是你這部戲 浮力太大了 太大了吧 看到一群 沒穿衣服的男孩的身體 是啊 我還近距離的 或碰到汪東城還被擁抱 哼 反側心情 太大了吧 太大了吧 太大了吧